今天我們很高興來到 B&W 總部 發佈全新的真無線耳機 PI6 和 PI8 這兩隻耳機我們看到的外形完全不同了 究竟在外形不同之外 怎樣可以保持到 B&W 的靚聲標準呢 我們一齊看看記者會的內容 見你忘了這麼久還給你 今次有一個新系列叫做 PI8 PI6 大師之作的大師是甚麼大師呢 就是 B&W 的 Sound Master 他真的會親自去做調音的 Pi8 他是用了12mm的碳膜動圈單元 他的晶片都是用最新的擴感晶片 還有一個新的ADI DSP 和 DAG 他在用 PX8 的單元物料 其實他取自於700系列的單元物料去用 Pi8 是遠超過我們期待的驚喜 我講 Sound Quality 方面 Pi6 都是講一講 他主要的賣點 APTX Adaptive 都支援2496 單元是12mm的動圈單元 Pi8 就用了 PX8 的物料用技術 Pi6 就用了 PX7 S2 S2 技術去下放下去 我們將收音咪移到耳機頂部那些 它會有小隙的位置 擺好位置其實是 無論如何都不會遮蓋三咪 去關於Tone 和 ANC 方面的效能 用了 Qoccam 新的晶片組 改善了它的電量 改善了 ANC 和通透模式的效果 Pi8 是用 PX8 的碳膜單元 以及 PI6 是用 PX7 S2E 的生物纖維單元 為何我們不用動圈加動鐵去做 PI8 的單元呢 是因為它本身的碳膜單元已經可以再做得更好 紅色這條線是會令到高頻的延伸發揮更加理想 用了 Qoccam 和 ANC 對我們的降噪效果和通透模式 都有顯著的提升 尤其是車聲 紅紅聲 低頻 尤其是那些 會減得很明顯 App 裏面 PX8 有五段EQ 由低頻至高頻都有 而 PX6 也有低頻和高頻可以調教 Audio Retransmission 今次 PI8 入面是升級了 支援去到 2496 簡單看一看規格表 App 的 Lossless 位置是 PI8 會支援 Pi6 贏格1980 應該會9月發售 Pi8 應該今天會發售 但 PI8 綠色版本應該會9月發售 剛剛在記者會上輕輕實試了 PI8 我自己覺得最驚喜的東西就是聲音的質素 因為之前我也試過 PX8 頭大式的旗艦耳機 在聲音效果上 其實真的有點像 BNW 800 系列的感覺 即是中音很漂亮 低頻的伸延也好 而且厚度非常適合 這是一個很漂亮的 BNW 的英國聲 而這支 PI8 亦可以跟隨到那部分 尤其是沒有任何設定 不需要任何 EQ 的情況下 直接連接它之後可以用到 APTX 的 Adaptive 去享受 2496 的音訊 其實就已經可以得到好的效果 我也蠻期待這支耳機 回到我們Studio 的時候 我們做一個實測 試一下這個音色 試一下不同的歌曲 亦都試一下其他通話和其他降噪表現 今次這個記者會我們就來到這裡了 大家如果想知道我怎樣看這支 PI8 的話 就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一下小鈴鐺 按全部 我們下次有新的影片就會立即通知你了 請問一次 按一下